这部分内容呢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呢我们有 2015年到2017年 25万条911的紧简件化情况 然后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统计出这些数据中不同类型的 紧简件化次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911 然后呢我们也是新建一个票用件 先把它读出来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这是在配置142 然后呢 inport pandas 和pd from matplotlib inport pyplot 和 plt 然后我们的pd.readsv 然后呢我们把当前这个文件放进去 911 .csv 然后呢这是df 我们print一下df.head 然后再来print一下df.info 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样子的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你 la lng 这是什么呀 经纬度对不对 看这两个单词 后续呢我们在 很多时候可能都会遇到 比如说我们写法通的时候 哪一份数据 可能在网页上就la lng 这两个符号 表示是当前这个位置的一个经纬度 然后这里描述对不对 dsc zip 应该是一个什么 zip code 有些编码之内的 title标题 时间戳 twp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addr位置 还有一个e 这个e呢也不清楚 它做了一个序号编号的这个笔法 这数据是这样子的 那么刚刚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 不同类型的紧急情况的次数 哎 类型在哪呢 要不然就没看到类型的 对不对 大家觉得是twp 对不对 那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twp呢好像并不是 看到吗 这是一个位置 north california 什么什么country 对不对 这应该是个位置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也是一个位置 看到吗 是不是也是个位置呀 都是个位置 并不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分类的情况 那分类在哪呢 在上面 上面没有 就一个描述对不对 那在哪呢 是不是在title里面 看一下title em 是一个紧急情况 那我们给它多一些 看一下前十个吧 看一下这里 ems file 还有traffic 对吧 ems呢是紧急突发情况 file是火灾 然后traffic 表示交通事故 对不对 表示这个意思 所以说分类在哪呢 在title的前面一个 冒号前面这个字段里面 对不对 所以后组呢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字路上的最下切割 取它的第一个 就是当前这个 当前这个分类 对不对 就当前这个分类 那么我们接着接着看 刚刚还有个info的信息 精度纬度 DSZIP Title 这些内容呢 有缺失吗 大家看一下 ZIP Code有缺失 对不对 然后呢 TWP有缺失 对吧 其他都是没有缺失的 好歉没 一共有这么多数据 24 249,737 对不对 那只有这个和这个 有缺失 但是这两个呢 可能现在目前来说 我们并不关注 对吧 所以我们也不用管它 那么现在就做的事情 是什么呢 我们要把这个分类给它拿出来 对不对 那分类怎么拿出来呢 那我们来写一下 写下注释 获取 分类 情况 那就是DF 然后呢 按照取Title 直接取 对不对 取得Title之后呢 DHTR 对吧 DHTR Split 是不是取它呀 取它之后 这个结果 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这个结果 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呀 还有印象吗 我们来print一下它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个什么样的结果 首先它应该是一个series类型 print 为什么是series类型呢 因为我们取得一列 对不对 只不过这一列 你们对它数据 这个真正值了 是一个列表 对吧 这个样子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样子 对不对 这里呢 好像有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块内容呢 好像并没有我们想要的这个分类信息 看见了吧 像这种 把EMS切跑了 对吧 就这个样子 都是有的 对不对 我们要取它第0个 我们怎么取呢 我们能在这直接写您吗 我们在这能写您吗 这是个series类型 我们series取您 表示取第一个 对不对 所以是取不到里面的这个EMS的 对不对 有没有种什么样的 比较好的方式 能够取到series 列表 对那只能列表里面的 这样的第一个元素呢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呢 我们先取个例 试一下 看能不能取到 对吧 肯定是取不到的 对不对 他只能取到第一条元素 第一条对的值 对吧 那就是该怎么办呢 便利 便利 对不对 那我们来便利一下这个结果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刚刚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的操作 其实我们之前获取 分类那个情况是一样的嘛 点toolist的嘛 是不是可以toolist的呀 toolist的之后 我们转向一个列表里面 现在列表的情况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可以干什么呀 tamp list 等于他 然后呢 我们再 这个就是分类 cut list 就等于 i 0嘛 取到第0个 对不对 for i in time list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这是不是我们把合作分类给取出来了呀 if 这里应该写个判断 但我们不写算了 然后呢 list 然后我们set一下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呀 去从之后的结果是不是拿到了呀 相当于之前那个分类一样的嘛 对不对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打印一下这个cut list 但这个效率呢 可能比较慢一些 有里面有25条 25万条结果 对不对 series to list 是这样图的 对不对 我们今天一想过 data frame to dict to list的时候 中间下有下滑线 但对series来说 它是没有下滑线的 这个地方呢 不知道它是怎么整的 整的有点绕对吧 其实没有必要的 结果是这个样子的 看出来吗 它一共就三个分类 对不对 一共就三个分类 那么下面我们要跟之前一样 来统计一下这个分类的情况 我们该怎么做了 是不是一个构造一个全能的数据就好了呀 构造一个全能的数据 那么构造一下 就是zero 就是zero 构造 全为零的数据 那么就是 zero df 等于什么呢 等于np 等于npd np.dataframe 然后呢 np.zeros 对不对 np我们要import一下 import 单拍 np 对不对 zeros 然后呢 形状 是什么形状呀 df的 shape0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non colonist 对不对 就它的形状 ncolumn 对吧 正于colonist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全能的数据 是不是勾造好了呀 勾造好了之后 复值 对吧 那复值该怎么复呢 那我要编定什么呢 我要编定这个df吗 df有25 25万条结果 而编定它肯定特别棒 那我先来编定一下这个cut list for cut in cut list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和之前一样 也是取到df title .str .contains cunds 是不是有这个方法呀 就里面包含cut的时候 包含cut的时候呢 我们往对应的这个 0df的位置呢 去给它复值 是不是可以做这个事情呀 0df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data frame 要往data frame的 行进行复值 我们应该选择它的行跟列 对不对 指定一下位置 这个位置呢 是什么呢 就是当前相当于是它的一个 是它的一个这个 波尔索引是它的行数 对不对 那么对呢 我们还要给它指定一个列 列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列是在哪个列 我们得给它指定了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指定呢 当前这个地方能看明白吗 这个地方 cut list怎么了 temp list 本来就是便利cut list呀 以后就三个 一共三次循环便利就结束了呀 我就是要便利cut list嘛 它里面就三个结果 因为它只用便利三次 我就把它便利结束了 如果我便利temp list 它25万条结果嘛 25万条结果那不是很慢吗 对不对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我们可以通过contains的方式 来得到这个cut的时候呢 得到一个board 所以 因为我们取的是这样一个 df title 这样一个series nation 那么contains的时候 它这个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这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print一下它 然后呢 我们在这break一下 再打印一个循环的结果 它里面要么是初 要么是first 就是那样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dataframe这个zeros这个形状了 我们要把它破起来 就这样一个board 所以你的 这样一个board 这样一个情况在这个地方 看到吗 一个board值在这个地方 到时候我们只需要取 zero df 当前 这一列下面 这一行把它复制为1就好了 是不是 当前我们取的cut 肯定是最要是从emsh的 那么emsh出现的地方 全部都是初 没出现的地方 是first 对吧 所以说到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取 zero df 当前这个cut这一列 对应的这些位置 我把它复制为1就好了 对不对 能理解吗 那么 zero df 当前cut这一列 是不是写cut就可以了 那么再写 这些行 再通过这个board 所应该 对它继续起直 这是不是一个board 所应呀 然后对它复制成1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print一下 zero df 然后再来break一下 我们只打印第一次循环 看一下结果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就附好了 看一下 这地方是traffic 我们traffic有的位置是1 有的位置是0 对不对 那么这里有误写break的时候呢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zero df 肯定到时候就把直行附完了嘛 对不对 附完之后呢 这个zero df里面 该有的位置 该出现的位置 它就是1 不该出现的位置 全部就是0 对不对 所以说 刚刚为什么没有在这里编离 那样一个time list的一个原因 因为编离time list 它是有25万条结果的 会非常非常慢 对吧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 只用编离cut list 然后通过pandas的一个操作 来做这个事情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 就是按照这种方法进行复制 那么我们也可以按照 刚刚我们提到的 我们来编离一下time list 让它的进行复制 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 就是for i in range 这个是df.shape名 对吧 df.shape名的之后呢 我们要取zero df里面的 第二 roc一个操作之间 昨天前天的时候 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roc取到之后呢 我们要取当前的i行 然后呢 我们要取什么呀 time list里面的 time list这个时候 它是之前的那样一个分类的 这样那个分类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那样一个列表 那样一个列表之后呢 我们要取它的第0个 对不对 因为第0个才是正确的分类 对吧 我们是取到一个值 我们现在是通过它 第i行的这个位置 来进行复制 复制多少呢 复制成1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循环解除之后 该做的事情也做了呀 跟条件和上面一样的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跑一下 看一下这个 给多长时间 哦 这里写错了哈 这是i 不对不对 time list i 然后呢 再取你 对吧 是不是刚刚写错了呀 time list这个大列表 我们要取它的di一个 然后再取 再取它的定义 对不对 因为di表是什么意思的 当前它是个列表 你把其它列表这种情况 我们要选中当前 最好的那个列表 然后再取它定义一个 它是对的哈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非常非常慢的 对吧 太久了 我就不跑了吧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地方呢 肯定是可以跑出来的 只不过时间可能需要的比较久一些 所以为了乱流时间 没那么久 我们可以在代码里面 它耗着比较长的地方呢 就不再使用 这种比较慢的方式 我们这里只便利三个 然后呢 通过plus 对它进行复制 这个效率是要比下面编定25万个 然后呢 给一个位置进行复制 效率要高很多的 对吧 它也可以看出来 这地方它还没有跑完 对吧 就这个样子 所以按照这个地方来 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让它跑着哈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相当于已经把这个 0df把它给 获取到了 对不对 那获取到了之后呢 我们 想要做这个地方 客户上面所说的事情 其实已经非常容易的 不同类型的 进行情况次数 那我们这个时候要干什么呀 是不是 sum一下 求和一下就可以了呀 是不是求和一下就可以了呀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0df.sum就可以了 那么axis给它指定一下 等于什么呀 0就可以了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呀 是不是求下和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那里 不答应它 我们可以prenure一下 这个求和之后的一个结果 得跑了半天 没跑完 刚刚这个地方也是比较慢的 这个地方 它也是进了这么多次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它算出来了已经 EMS 12万 对不对 File 3000多 3万 3万多条 然后呢 Traffic 8万多条 对不对 其中可以看出来 这个请求事故的次数最多的 对不对 是吧 那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样 我们发现这个地方比较慢 那我们应该 也应该去看一下 这里对呢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去提取 一个series 对于呢 列表里面的 这样第一条记录 如果它有的话呢 可能这里我们使用 Panus 对应的方法 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肯定是要我们 比我们单纯的在这里 去进行这个 File in Time list的这个操作 要快很多的 能看出来吧 要比它快很多 这个过程呢 大家可以下来 自己来尝试一下 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解决了 那么解决问题的 Snow是什么样子呢 Snow和之前一样 我们也是一样的 构造一个全能的数组 那么只不过 在这里复制的时候呢 我们选择了 比较短的 那个条件呢 进行便利 比如cut list 它只有三个 所以我们便利它 只用便利三次就完事了 那么这个时候 复制的时候呢 可能就相当于来说 有和之前有一些绕 这个df title str contains cut 因为cut就是一个字符串 contains就是结果 就是包含或者不包含 对不对 所以最终的我们是要往 zero df 当前cut的这一列里边 当前cut的这一列进行复制 那怎么复制呢 那首先我们 肯定得选中那些 包含当前 就是说当前那个 那个记录呢 是当前这个分类的 那些行 对不对 那通过这样一个 contains 这样一个结果呢 就是刚好选中的是 当前cut这一列 包含cut的那些行 你选中了 因为它 你用到contains嘛 要么就是包含 要么就是不包含 就是true的位置 所以说选中当前这一列之后呢 我们再使用for所以 后面就是for所以 来对那些 位置是true的地方呢 进行复制 复制为一 然后呢 结束了 结束之后呢 就要合结果就出来了 那比如说我们还想 去做一下画图 这个事情应该是 非常非常简单的 对不对 就没有什么好说了 那这是这个问题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还想 统计出不同月份 不同类型的 紧急电话情况 变化情况 不同月份 不同类型的 紧急电话的 次数的变化情况 应该怎么做 月份在哪呢 还有印象吗 我们在这里呢 也是一样 先来打印一下 df.head 看到5吧 这个读的过程就比较慢 可能并不是这个地方慢 读的过程 半天才出来 对不对 我们可以使用time 对它算一下这个时间 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看它读多长时间 从这里 这也不多长时间 对不对 这里我们看一下 这个月份在哪个地方呢 是不是在时间戳里面啊 那么在时间戳里面 大家看一下 时间戳里面 这个月份 怎么把它提起出来的 按照横现金切割 去中间那个 对不对 费劲的 对不对 那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它是2015年 到2017年的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今年的12月 跟明天12月 都是12 对不对 我们这种时候 在分组的时候 是不是不能把它们 分为一组呀 所以怎么样呢 我们应该按照 右边的这样一个 横现金切割 对不对 按照右边的 这个横现金切割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用 R split 对不对 然后写一 写上这样一个横现 对不对 然后得到结果呢 我们取前面那一部分 刚刚我们看到info 在time stamp里面 它是没有确实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能够放进 它来做这种操作 那么取前面那一部分就好了 那这就关于 这个时间戳 那后面做的事情呢 和刚刚我们在这里做的 几乎是一样的 对不对 重新再给它 重新的 这里不好 重新的再给它一捏 这一捏字段就叫什么 月份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字符串 前面这一部分呢 全部放到这个月份这里 是不是就可以来 再多出来一捏 那到时候呢 我们按照刚且这一捏 进行分组就好了 能理解吗 按照月份进行分组就好了 那其实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也可以干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 新建一列 比如说在后面 签加一列 这些列呢 就叫它的分类 或者说叫它的种类吧 就叫分类 那么我们也把EMS File 和其他信息呢 我们都放这个分类下面去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呀 那分类之后呢 我们直接 鼓入不败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能理解我在说什么 刚刚我们不是 看出来这里有三个分类吗 File Troffic和EMS 那么我们在后面 多添加一列 这一列是放什么呢 就放 I need Fore in Time List 这个结果 是不是可以啊 能明白吗 这个地方 不能是吧 不能我们终于来写一下 配计 142 大家是不是从来没有敲过 我们的数据分类的代码 后面就是光听 对不对 那这里呢 我们不再去 再做这个事情了 直接是一个列表 这样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呢 我们要怎么办呢 我们相当于是要在这个 DF后面添加一个新的一列 那么添加新的一列 首先这个形状必须是一样的 应该是 应该是 225万行 一列 对不对 但是当时这是个列表 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呀 对它 NP.Array 对不对 NP.Array 把CANIS传进去 CANIS这个时候 形状肯定是一个EV的 对不对 是个EV的 所以不行 对吧 是不是要reshape一下呀 reshape里面就要传形状了 对不对 形状怎么传呀 多少行 多少列 对不对 那行是多少行呢 DF.Array 对不对 是不是DF当前它的行数啊 那列呢 就是一列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的形状呀 我们PD.DataFrame 把它专换一个DataFrame 然后指定colons 指定什么呢 就叫它 比如说叫它 一个 CUT吧 这样分类 这是不是有的DataFrame呀 就是CUTDF 它里面就一列 但是是DataFrame 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Print一下 这个CUTDF 那么如果它这里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相当于马上就要做的事情 去把 两个DataFrame进行一个合并呢 对不对 index must call a situation of some kind 什么意思呢 这里呢 应该是个列表 对吧 对 是不是就出来了呀 这样DataFrame在这里 对不对 DataFrame在这里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应该干什么呢 应该就是DF 比如说叫CUT 等于CUTDF 或者后面就COLMS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要的 因为就是 就是 就是这样一列 对不对 这个Series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DF现在是不是多了一列 叫CUT呀 就刚刚我们创建那个Series 看创建那个KitaFrame 对不对 这个地方能进行吗 或者我们直接放在这儿 这个DF是不是多了一年呀 这样 Head5 往上面那个黑的去了 不要看 是不是多了一年呀 多了一年之后该怎么办呀 DF的Growby对不对 Growby Growby 什么呢 ByCut对吧 ByCut 叫Count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Count之后 比如我们取这个Title 取这一个结果看一下 然后呢 我们Prene一下 Prene一下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毫无疑问 和这件事一模一样的 是不是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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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只有三个分类吧 它只有三个对不对 按照它进行分组 分组之后呢 结果求下核 统计下个数 计下数 就是Count 计下数 计下数之后呢 我们取一捏就可以了 因为它每捏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就取一捏之后呢 结果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可以发现什么的 我们之前做的事情 其实都可以转往这种形式来做 对吧 添加以捏 比如说我们之前的电影分类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一样呀 添加以捏 然后呢 按照Groobuy的方式 来对它进行求和 都是可以的对不对 当然我们是要求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Groobuy 添加以捏就好了 这个代码呢 看起来也比之前要简洁很多 这个地方能理解吗 添加 往df里面添加以捏 我们可以这种方式去写 这个是能够理解的对不对 给大家添加一捏 之前它是没有CAD这些捏的 添加一捏CAD这些捏 然后对它进行复制就好了 然后这个df里面 现在就多了一捏 多了一捏之后呢 按照CAD这些进行分类 就好了 这个地方有问题吗 没有对不对 没有问题之后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不同月份体积电话的次数 我们也是可以这种操作的 把2015-12 2016-12 2017-12 还有2016-1-2-3 一直到2017-12 这些全部把它拿出来 也是一样的 放一个新的一面 叫做月份 月份之后呢 我们再来Groobite 是不是可以的呀 但是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放到这里 是因为我们有更简单的方式 来做出事情 这刚刚我们所见的那个Timesnap 它是一个字符串的部分 但其实它还是一个时间训练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学习Pandas里面 时间训练相关的支持点 为什么要学习Pandas里面 时间训练相关支持点呢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拿到的数据呢 里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 这种时间戳 时间的字符串在里面 那么而且Pandas呢 它去处理这种 看起来像时间的这种字符串呢 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也是非常强大的 我们几乎不用做太多的处理 它就能够非常完美的 把这些时间的字符串 转换成它内置的这种时间类型 然后呢 我们可以对它做很多很多的操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Pandas时间训练 到底是有哪些方法 我们先要学习的 首先呢 Pandas里面有这样一个方法 叫Data Range Data Range 能够帮助我们生成一个时间范围 那么它有这样几个参数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首先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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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什么时候开始 End 表示什么时候结束 Period 表示时间段 表示你这个时间范围的个数 你解释吧 FREQ Frequency 表示是这样一个频率 你解释吧 比如说我们以天为单位 以月为单位 以年为单位 以十天二十天为单位 这是Frequency的意思 那么下面呢 我们打开IPS 来尝试一下这个Data Range 到底是怎么用的 那么fromPandas importPandasoutpd 那pt点Data Range 那这两个参数呢 往往我们是start跟end在一起使用 或者start跟period在一起使用 可以把它指定一个 比如说我们直接写就可以了 2017 这是多少号 12月30号就可以 1230 然后呢end 等于什么呢 2017 2018 对吧 2018 01 30 30 31 对吧 1月31号 然后呢muketa 执行一个FREQ 就是执行一个频率 就等于小D 不是大D 大D呢 表示是天 D是天的意思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样子的 它能够自动的帮助我们生成一段时间范围 从当前写的这一点开始 一直到最后2018年的1月31号开始 结束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的 首先这个类型 是datetimeindex这种类型 对不对 然后它里面的数据各 数据的类型呢 是datetime64 datetime的类型 对不对 FREQ对于D 那么刚刚呢我们写的FREQ 我们知道 只是表示天的意思 31号 2号 3号 每隔一天 对吧 那我们可以写个实例 表示每隔10天 我们取一下这个词 30 09 19 29 对不对 这是不是每隔10天啊 从今天到9号 是不是刚好就是10天啊 比如里面还有一个31号嘛 对不对 从30到9号之前 然后9号到19号之前 19号到29号之前 对吧 那么这是刚刚使用的start跟end 那么除了end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写什么呢 写period period就是这个个数的意思 就是你要生成一个多少个当前这个时间范围 比如说我们写个10 比较生成10个 那么也是一样的 按一个天来看一下 这就是10个数 看见吗 4加4加2比较 10对不对 那比如说呢 我们这里可以写10 那写m m就表示month month表示月份 对不对 那10个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样子 12月31号 1月31号 2月31号 3月31号就到9月31号 刚好的10个月的这种时间段 它表示是从当前这个时间到下一个时间段 这个时间之前的那段范围 然后它到下一个时间段之前的那个范围 大家看到这里 2月28 它是不是能够自动的完美的帮助我们看出来 当前这个2月份是只有28天的呀 3月份31天 4月份30天 这些内容它都能够帮助我们出现的非常好 这是关于这里的start end以及period的三个参入用途 Data range 帮助我们生成一个时间范围 这个地方能理解吧 那可能现在大家对这个FYQ来 还不是特别明白 所以在下一个上面呢 我们有常见的frequency 常在这种频率的缩写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所以非常非常多 我们都可以用 比如说D表示的是天 表示的是就是就是每一天 就常见的每一天 那还有B呢 表示的是工作日 从周五到周五 对吧 H表示小时 T表示分钟 S表示秒数 那么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写的是一个M 对不对 那么可以写一个H 表示小时 我们来看一下 30号的0点 1点 2点3点4点5点6点7点8点9点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 也是非常熟悉的 对吧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 L毫秒 U微秒 可能用的比较少了 还有M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了 我们刚刚看的是M 是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日历日 就比如30 28 31 这起来是日历日 对不对 那BM呢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还有什么呢 MS每个月的第一个工作日 每个月的第一个工作日 都可以放上去的 这地方能理解吗 比如说我们写MS 1月1号2月1号3月1号 就是日历日的第一个日期 对不对 这些区域的缩写呢 大家也不需要把它全部记着 只需要记着长时间 比如说D或者M 记着就可以了 这两个用的比较多 还有H 那大家刚刚也看见了 我们是写个D的时候 表示每隔一天 或者每一天做一个天一样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希望 把这个频率改成每10天 或者每三天的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写10D或者3D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MS 月份来说的话也是一样 对不对 10Mons或者3Mons或者2Mons 都是可以的 对不对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DataFrame里面 关于时间训练使用 这一块的问题 这里呢 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事情 做了一个 生成一个index period等于10 对不对 然后呢 生成了一个DF 把它的index 指向了什么呀 指向了一个DataTime 看见了吗 我们是不是就通过这种方式 能够 相当于干什么呢 生成一个时间训练为所有的 这样一个DF呀 时间训练为所有的DF 为什么他可以做DF呢 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一个DataTime index这样的类型 对不对 本来就是一个时间的所以 这样的类型 看见了吗 那做成 把它做成这样的事情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这个好处呢 我们等一下来说 我们先来说 就是刚刚我们手动强行的去指定一个 时间训练 对吧 但是很多时候呢 可能我们在代码里面 我们拿到数据里面来 并没有这么完整的 这样一个时间训练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见的 这样一个时间车 类型对不对 就是2017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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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 那种的话呢 我们Panlass 也是能够非常快速的去处理的 怎么样处理呢 它有一个方法 在ToDataTime这个方法 ToDataTime这个方法呢 能够把一个series内型的 这样一个时间训练 时间训练 全部把它转化成 Panlass里面的时间内型 我们刚刚在这个地方 我们打印黑道5的时候 大家还有注意到吗 里面是不是有个 时间戳这一列呀 时间戳这一列里面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它这个肯定是毫无用 肯定是个字幕串 对不对 不会是一个数字 也不会是个其他类型 是个字幕串对吧 我们的这样一个 Panlass能够非常容易 把它转化成 真正的一个时间内型 因为在这里当年 它是一个so-tron 并不是一个DataTime 这个案例的内型 对不对 那么ToDataTime这个方法呢 就可以把它转化过去 转化过去之后呢 就之前这个地方index 是一样的 是那样一个时间内型 那样时间内型之后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 可以把它作为所有 那么关于作为所有的好处 马上来说 那么这是刚刚所提的 转化成时间内型 那转化成时间内型 什么时候它能够转化 什么时候不能够转化呢 像这种 它能够非常易力的转化过去 那么刚刚大家也看到 那我在这里写的是2017 对不对 这种这种格式的 对吧 那么中间打一斜线啊 它也是能够非常容易的 知道它是在干什么的 那么中间打上 什么呢 但很现在它也是可以做 知道这个事情的 那比如说呢 我们后面后面的 写上这个什么呢 时间对吧 10点 10分 30秒 ms 我们写的h吧 他也是能够非常容易的知道 这是时间的 看见的吗 非常快 非常方便 那么如果有一天 我们这个时间的 字符串呢 它时间不出来 那这个就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来 添加format的参数 来手动的去告诉DataFrame 告诉Panus 当前这个时间 应该使用了什么样的方式 来进行格式化 那时间字符串了 时间出了这种格式化了 大家之前应该也学过 在学起DataFrame的时候 对不对 python 时间 格式化 来看一下 在这里吧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些常见的这种 百分之二开始的这种符号 都是有特殊含义的 对不对 在进行格式化的时候 对吧 我们可以用它 比如说 我们拿到一个 这样一个时间 当然我们 它可能里面比较数据比较少 比较有缺失 可能就只有一个 就只有一个2013 对不对 那可能对方这个 Panus 他可能不太清楚 这个2013 到底指的是什么 有可能它指的是年份 有可能指的是月份 和这个天数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来手动的 去给大家进行这个格式化 那传什么呢 就传 就传这种格式的东西进去 可以的 传这种格式的内容 进去这个format里面 它就能够通过我们的 提供的格式化的方法 来主动的去把 这样一个 时间字符串呢 转换成对应的时间内型 那当然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是没有必要做这种操作 只要我们时间字符串 相当于说规范一些 它都能够识别出来 那当然呢 如果这个字符串里面 光了中文 它肯定也是识别不出来的 对不对 就毫不疑问了 对吧 那下面呢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干什么呢 就是把刚刚所看的911 证里面的数据呢 这样一个time stamp 这样一个类型的 这一页呢 把它拿出来 转化成对应的 我们的一个时间桌 来尝试一下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那做这个事情之后呢 我们下面要做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 还是刚刚那个问题 我们要统计每个月份 不同月份 这个灾难情况 发生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次数的统计 或者一个平均数的统计 我们要做这个事情 该怎么做呢 这个下一课我们再来讲 我们大家先下个休息十分钟